气候异常,冰山融化,海平面上升,整座的垃圾山,海滩上的废弃物,都是正在发生且人类造成的可怕后果。 我们常常听到环保爱地球这句话,但你真的有听进去且做到爱护地球吗? 让我们从基本的十一柱形这四个面向简视看看吧。 我们每天吃的三餐,喝的饮料,还有偶尔吃的宵夜点心,不论是外食还是家里煮, 所产生的垃圾,以及不穿的旧衣物,都产生巨量的废弃物,使焚化炉无法及时消化所有垃圾,只能将部分废弃物集中暂放在台湾各地。 而且,这些暂放的垃圾越来越多,到现在,台湾已经堆起超过100座垃圾山。 我们赖以为生的电力,在台湾有超过80%是靠火力发电,燃烧燃料,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,还有汽机车排放的废弃, 都是造成环境余染和全球暖化的因素,导致气候变迁及异常高温都是我们造成的结果。 那我们可以如何做到保护环境呢? 环保爱地球可以很简单,除了确实做好垃圾分类外,出门消费可以自备购物袋,环保餐具和环保杯,外送指定循环餐盒杯, 另外,就一也可以回收卖二手或是捐给需要的人,这样重复使用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。 要想节能减碳,省电是方法之一,我们可以选择有节能雕章的家电,还有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,减少能源消耗和浪费。 另外,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是骑脚踏车代步,都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,降低对环境的影响。 此外,使用再生能源,取代煤炭燃料也是爱护地球非常重要的目标。 工业是所有产业中排放温室气体第二多的产业,金属加工的业者所使用的矿物性切削液。 不论在生产还是加工过程中都会产生许多二氧化碳,业者若想做到节能减碳,可以使用每颗植物性切削液。 它是透过植物萃取研发出来的绿色产品,能够有效降低加工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,还有减少对环境的伤害。 环境保护从你我做起,让节能减碳,不再只是喊口号。 选择每颗,成就每颗,Your success,We make it happen。 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,MCM super。